各位同德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GISP方面的一些技术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报告的一个内容 是在ALLOS方面的一些进展情况 然后今天主要报告有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ALLOS的一些情况 因为可能有的同事比较了解 有的同志们可能跟这一块刚接触 这个ALLOS呢就是 它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控制器GISP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实际上这个控制器发展这么多年 从最初的像LOCKS POCKS到后面FullNet 实际上大多数都还是停留在小规模科研那些场景 那么从13年14年开始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这个ODL或者是ALLOS这两大阵营的出现 为这个事情往产业化推动 其实给大家增强了一些信心吧 ALLOS自最初提出开始呢 一直是希望自己面向一个场景 就是电信运营级的这种大网的场景 这个场景呢 它希望做到这种扩展性 可用性和性能方面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这是当初的一个目标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片子 实际上是来源于ALLOS当时官网上的一个背景情况 其实它当时的预期是说 自己在这种大规模的网欲网 无关网络 成域网 蜂窝网 还有有限的网络里面 都能够比较好的来应用这个场景 这里面它实际上 从最初的目标到现在来讲 其实走的也还是比较艰难的 也在一步一步地做 当初规划的时候呢 考虑了很多的这种骨干的路由器 成域的一些路由器 一些边缘的交换机 这方面考虑非常完整 但实际上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也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来解决的 当然有很多问题 目前它的版本情况是 相对来讲 整个产业界还是非常活跃的 大概每三个月会更新一次 预计呢 比如说今年到六月份 会推出一个新的版本 这是它的一个价格图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就是后面我也会来 就是介绍我们基于这个架构 所做的一些创新的一些东西 首先最核心的呢 是它的这个分布式的核心层 这里面它利用了这种分布式的算法 通过虚拟化多个实力 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扩展性 而且在提高这个分布式的性能的时候呢 它也在这个阶段里面 用了多种的这种开源的分布式的算法 从最初的这个Drew Keeper 到后面现在的RAN 这种提升其实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来面向大的运营级的网络 或者是相比以前的这种局域 或者数据中心更复杂的这种场景里面 考虑怎么来进行使用 然后在蓝像这一块的话 大家比较了解的是蓝像接口 大家能看到的是说 它其实借鉴了很多Open Daylight的一些东西 蓝像通过这种插件化的一些方式 通过这种样模型的一个方式 希望通过兼容 除了Open Flow以外 兼容别的一些蓝像协议 在北向呢 它引入了这种 Intel的框架 使得上层的一些需求 能够跟底下的SDN的一些网络 进行更好的一个适配 来提供这样一个更方便灵活的这样一个服务能力 这一页片子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是说Alos现在进展的一些情况 其实比较了解的同事们应该知道 他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 比如说SDN跟IP的这样一个互通 利用这个BGP的协议 来实现SDN网络和现有Intel网的一个目联 包括这种多层的SDN控制 实现光和这种承载网的一个融合 包括这个Segmented Routing的这样的一些 大网的一些解决方案 另外就是目前最受关注的这个Code计划 也就是端局云化 利用Alos和开源OpenSight的那些框架 来做这种运营商的数据中心 对网络的重构这样的一些工作 那么其实未来的话 现在我们从它的一些官方的一些情况 大家了解的是 其实也在跟NFV融合 包括支持IPv6 包括跟这个P4 以及这种多的集群的一些联合的一些优化 以及南向协议的一些优化 所以这方面做了一些大量的工作 可以看到进入15年底到16年来讲 其实Alos在全球甚至中国 已经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关注 而且也正成为未来的商用级的操作系统的 一个候选的方案才得到大家的 目前的一个情况 整个产业生态 从最初的All Level到后面的 有五个大的运营商的参与 尤其是AT&T和中国联通 Valilance这样的一些大T的一些参与 然后包括这种Vander的一个大量的介入 使得整个产业生态变得更为丰富一点 而且在15年的10月大家也知道 就是它加入了Linux Foundation的这样一个计划 那么我们游电大学呢 在这份希望就是在SDN做一些小方位的创新吧 也是希望能贡献一些代码 然后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在15年的12月份 也申请加入了这个Alos 我这里面呢 今天就重点分享两个 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一些事情 第一个呢 是Alos的服务质量保障这方面的创新研究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稍微快一点 其实刚才余老师 还包括前面的几位专家都谈到了说 对QS这个需求的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实际上 其实随着这个互联网跟世界经济的融合 传统的IP的这种敬离而为的思想 确切实实是大家认为 至少一部分专家认为是存在很大的挑战 当然在传统互联网 其实NPS VPN这种技术也做了很多年 也考虑了很多技术的方案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网没有做到端到端的问题 那么就是SDN的引入或者是新的一些需求 以及这对服务资料要求更高的这样的一些体验提出 那么是否能够用SDN来做这种跨域的端到端精确QS保障呢 这个是我们想探索的一个想法 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的 两个方面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是跨域的端到端 这里面呢我们是说的是 虽然现在有很多的想法是说 我把我的业务的平台 要下沉到你用户最近的地方 比如说乘域级 比如说甚至端局 但是呢事实上还有一部分场景 你必须要做到端到端的 可能你是需要跨越大网的 所以这部分需求实际上 对未来来讲可能是浅淡不存在 因此这里面我们希望要 面向这么一个问题要解决 第二个精确的QS保障呢 就是实际上是后面我们要想的 就是对于这个服务资料保障 其实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 非常多的技术手段 那么在这里面 未来有哪些新的一些思路可以来做呢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来考虑呢 实际上就是SDN 大家的理解非常的广大 这里面我们是想说是这个技术 如何来更精确的来保障这个QS 那么这里面就要需要来分析 路由设备里面的一些关键问题 其实这个课题呢也是跟我们 就是前期这个承担的多个单位 以及承担的一个863项目相关的 这个项目呢我们就希望提出了一个 叫面向服务的SDN的架构 其实面向服务的意思就是要 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 要希望尽可能的保证它的服务质量 保证它的服务的能力 在这里面的话首先我们做这么一个探索 就是在传统的SDN的QS机制 大家可能都了解比较多的 比如说现在的话 一个典型的SDN做的来保证质量 它是会用控制器来收集全局的 一个负载的一个状态 其实就是一个链路状态 然后根据哪条路的一个轻载的情况 来进行路径的均衡 这样来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服务质量保障 那么这件事情的本质呢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是监听链路的 通过监听链路的状态 来进行路由的一个重配置 实际上也就是说它重点做的是 软件定义的方式 来对流表进行重新的一个定义 或者是来改它的路由表 但实际上在路由器的核心模块里面 除了这个路由查找 也就是流表这个能力可以定义以外 其实我们还存在一个问题 类比这样我们在交通这个路程里面 比如北京到广州 那我们这里面首先要选择 北京到广州是通过直接走的 还是通过长西安那种的条绕过去的 那么这个软件定义的流表 或者是现阶段SDN对QS的定义 实际上重点是用来做流表的定义 也就是选择到哪个端口进行转发 那么这里面存在会存在在 如果选择的一条路 当大家都是在往这个路径传发包 或者是优先级一致的时候 会存在同样一条路上会堵车 那么这里面就类比来讲 我们认为是否应该可以在路由器里面 开放相应的对列的可编程的一个能力 那么这里面就是提出了另外一个维度 除了流表以外另外一个维度来进行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左侧的话是传统一个路由器的 一个教科书上的图 在整个进入交换芯片之前 实际上做了两个工作 左边是做的路由查找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来相应的 是确定扔到哪个端口 右边是一个调度器 实际上是做对列的这样的一个调度的问题 这里面产业做了大量的一些算法 然后最终进入了交换图 进行交换 那么右侧的话 大家看到的是CISC最近这几年做的一款非常著名的芯片 叫空探Flow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 左边这个小的芯片呢 其实就是进行路由查表的芯片 然后右边这个实际上就是进行对列和流的一个调度的芯片 这两款芯片它合成在一个板子里面来做这个工作 因此呢我们现在来讲的 SD主要做的还是用左边这个芯片 对它的能力进行可编程 因此这里面我们就想到 传统的硬件交换机 仅仅只是对对列的这个某些参数进行配置 而且一旦芯片初始化完成以后 基本上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对列的数量 因此呢这里面是否可以探讨 就是通过引入对内可编程 来使得我们的可编程能力更强 于是呢今天我想会把我们想做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基于这个 旌旗化的SD的QS控制 除了在传统的路由查找这个方面以外 还对这个调度器 也就是对列者方面把它的能力开放出来 包括对列的优先级 对列的单方预留 这部分能力都做起来 当然这个东西大家来想 这个问题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的挑战和难度是非常大的 主要的一个挑战呢 我们这总结了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 这个在今年SICOM这个文章 尼克曼库的一篇 就是软件定义的包调度这个文章里面 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硬件对列和调度算法 对外开放和可编程可能是一个趋势 但是怎么做到高速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对列的可编程 可能会涉及到影响我转发的性能 那么这里面就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对列可编程 到底是否应该是一个方向 或者说是否是我骨干网的方向 还是我在边缘网来做这样的事 当然至少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讲 我们认为这种开放性和可编程 至少是一个大的一个思路 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大的骨干级的设备 但是对于边缘的类似5G 类似移动核心网等等 这样的一些系统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需求 第二个呢就是未来的这个路由算法的一些问题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如果要做到 既要对流表的可定义 也要对这种对类的定义 那这里面两个维度进行怎么来优化 这里面很显然可以认为到 一个是层次化的 比如说先选路 然后再选内部的对类的预先级 当然也可以有的同志们说 可以进行联合优化 这实际上是一个多目标优化的问题 这个就会变得更复杂 而且对实施性会有影响 另外呢要做到端到端的问题的话 实际上可能会定义 涉及到对类的这种东西向的一个接口 这可能需要设计一种 SDGP的协议的协商机制来做这件事情 大概来讲呢我们在这件事情 因为没有办法对产业界的这种硬件交换机 进行这个改动在目前阶段 因此我们选用了OVS来做事情 然后在控制器平面呢 配合上 Polos来做这么一个原型的验证系统 因为这个OVS这个设备 其实前期仅仅支持了很少的 这种对类的一些可定义的机制 参数也非常少 基本上就在限速啊 限突发啊 或者优先级这方面的工作 而且不能够对它进行动态调整 那么我们希望在OVS上 增加一个agent的模块来做这件事情 同时利用inix类盒里面的 这个NPC的一个东西 来直接就是进行修改 这个是目前我们设计的一个架构图 大家可以看到 在右下方的话 这个是在OVS上面增加了 一个agent的一个模块 然后在控制器面呢 希望增加一个对对列调度的 一个控制服务的模块 利用一个新的一个协议 这里面我们就是为了 不去修改现有的OVS协议 增加了一个这个新的一个交互协议 就是这个协议当中非常简单啊 实际上就是对QS这块来做定义 使得这个上层的一个用户 当有需求的时候 可以通过一个本项接口 能够向下定义到底层的一个对面的能力 这样可以提供细立度的这个调度 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这是具体的一个模块设计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介绍去太细啊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上层的 是北向适配的这时候 需要有一个配置需求的一个进息 这里面呢 就是要对上层的一个API的接口 然后能够对这个底层的API的对象的数据进行配置 然后底层呢 那重点是对底层的QS资源进行一个实时的管理 这里面为了使得网络的性能更好呢 我们用了一个多线程的一个协助的机制 同时OAS上面维护了一个设备的状态机来保证它的一个一部的一个通信 好 这个是具体的东西 我就介绍了 就不过去同一时间关系 看一下最后做的一个情况吧 基于这个Allons里面开发这种文库 我们演示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情况 就是两个交换机 然后有A和B两个用户 这边有不同的一些业务流量 包括web的 包括这种流媒体的 包括文件下载的 然后通过这个端口的对类口定义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上层用户需求 然后直接的来确保它底层的这个对类优先级 而且可以实时来进行调整 在有这个质量保证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3 绘品这个图4 这种直接在加载这样的一个负载的情况下 得到一个更好的体验 我想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但实际上这个工作可能也还比较初步 考虑的也是这一个节点的这个对类的配置 当未来SDN对全局的这个进行统计 统一的这个分析完了 可以做更复杂的一些策略 然后另外一个场景呢 其实我们在想 其实就是说 刚才的场景 重点是A和B的用户 都是直接通过接入的方式 来发文这种网络的 然后另外一个场景呢 就是随着网络训练化的一个更强大的发展 刚才这个余老一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每个租户 这时候在租户内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选拟它的一个对类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场景的话会结合到网络训练化 提供一个更强大的一个能力 好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实例 然后另外呢 我就简单的分析一下我们做的第二个实例 第二个实例的一个背景是这样的 就是SDN呢作为一个新的架构 其实这个故障的一个检测 因为只要有网络就可能会采用故障 那么SDN网络作为这个一个新型的架构 未来的话可能也会面临非常多的故障的问题 这里面呢我们就希望设计一套这个快速定位和排查的这种 抓不出品的一套系统 目前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个尝试 就比如说在网络里面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路由环路的问题 右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最典型的 一个四个交换节点的一个环路 那么当流表配置错误 或者是网络控制器出现一致性的错误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可能造成这个环路的一个问题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错误 我想我们想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 其实思路非常简单 那我们就是要模拟出相应的一些数据包 来探测这个流表里面是否进行了正确性设置 所以说整个算法的流程 首先是基于流表来模拟出一个数据包 这个数据包并不是真实的 只是为了来检验这个网络中是否会存在环路 也就是类似我们很多时候设备在上线的时候 做测试的时候 使模拟生成的一些实验的流量 来进行测试 好 这个数据包模拟生成以后 如果我们注入到整个网络里面 它会按照SGN正常的匹配流程进行处理 首先会匹配这个流表的迈其运 然后再去进行相应的一些动作 如果动作是转发到下一个节点 它就直接转发 如果是丢弃 它可能就按照相应的一些进行相应的处理 那么这里面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这一个转发的数据包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发完了以后 最后又送回到我入口的这样一个交换节点里面 那就意味着产生了环路 就那么简单 所以说这里面通过构造这样一个模拟的数据包 就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地规的一个过程 可以使得检验出网络里面 环路的这个故障 当然如果便利了所有的节点都没有的时候 那这个网络就是非常正常的 在具体做这个环路检测的时候 我们也考虑到了如何来降低整个测试的一个复杂度 所以这里面我们对流表进行了优先级的排序 这样保证便利的时候可以 接近一直便利就可以了 另外在做入口的时候 为了使得不遗漏能够便利这个过程 那么使用主机直接连接到某一个交换节点 来作为一个起点来做 然后而且在进行不断的迭代的时候 设计了一个集合 当某一个节点已经加入了之后 我们把它从集合中进入取消 这样确保不遗漏能够快速的便利整个过程 来节省整个双发的复杂度 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检测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最开始最上面第一条 要流表优先级排序 然后构造相应的数据包的守护 然后在第三步是直接进行匹配 然后进行动作 如果是匹配上来 就转发给从S2节点 转发给S3的节点 当这个前面匹配完了以后的话 就进行回溯到上一个节点 从S3回溯到S2的节点 S2再查找下一条流表 就是这个IP等于202这个流表 然后在S2这个流表再送到S4 这样的话确保整个过程 能够完整的把这个流表进行便利 防止整个有一个黑洞的产生 然后在整个这个便利过程里 再回溯到上一层 这样确保整体的一个工作 那么基于这个呢 这是我们具体设计的一个模块 这里面包含上层的本向的CII的模块 包含环路检测的接口类 以及这个模拟数据包的一个类 以及内部的工具的一个类的情况 这是具体的流程 大概来讲的话 那我最后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想总结一下 因为这个网络开源已经成为 这个不可阻挡的一个技术趋势 而且正在加速整个创新和产业的变革 像Alas也好 OpenDealight和这个 昨天大家谈到的OpenO等一些开源项目 正在得到一些广泛的关注 然后我总觉得呢 这一块可能会对整个产业 都会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 然后北京油电大学呢 我们也是一直在做 控制平面的这样一个工作 也希望给大家开展一些更多的一些合作 目前呢我们除了做刚才一些东西 在Alas的部分 也在做面向大网的这样一些部署 以及东西向的协议设计 以及这种集群的一些选举算法的优化 以及面向Alas的一些点播和直播的一些业管 也有一些平台 也希望在这个领域 给大家进行更多的一些交流和合作 好 我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